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 所以这几天比较忙 这周日打算参加论文答辩 所以每天差不多从早上到晚上都要再准备 过几天的时间 大概从周一或者周二开始 我还是会继续更新 发一些新的视频 给朋友们讲一讲 关于俄罗斯或者我在中国 碰到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最近段时间 我觉得大家也发现了 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发了很多自己创作的诗歌 那么我希望你们很喜欢我的作品 到时候我用自己的诗给大家朗诵 那么这段时间 最要是还是忙着学业 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上课 而且我在准备毕业 所以需要办理很多手续 还是比较忙 我现在录食品的时间 大概要晚上是一点 所以明天要早期继续准备自己的论文 那么睡觉之前 我想给中国朋友们朗诵自己写的一首诗 属于我的净土 这是我在中国待了这么多的时间 我还是爱上了中国 所以我给中国写了一首诗 村里的清晨 多么美丽 阳光 如金子般的摇眼 像一阵清风 弥漫我全身 摇曳着 一丝爱意 与思念 那里 春雨成光的黯然 飞来桃花园里的新香 远处穿了悠悠的古青 永远不动 我浪漫的心 我爱上 湿里的山巅 那种浅浅的 纯情的蓝 像我日夜 遥想故乡的一天 好似两株爱情故事里的纯洁 我的心 饮饰在那村落里 在寥小春分里 感受调动的脉搏 随着行动 我喊出一声 你永远属于我的 一片美丽的净土 那么中国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是故意的吗 是我的嘴谁了吗 这一天 既然 每件事情都是酸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